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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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 那我事業上就是 這種 我們做這種需要有貴人運 那怎麼樣可以加強一下 其實我們先不要講加強 光貴人運的話你就浪費了兩個地方 浪費 好好的貴人格局 就這樣可以浪費了 她的房間把它磨得很慘 她的門後有什麼 門 那門後有門 而且她這個門因為她為了要隔音 所以她隔了兩個門 這很厚 所以右鍵雙門代表 所以說你就是只能閉門造居 然後你的很多事情都會變成是 困難重重了 究竟要怎麼踏出成功的第一步呢 而今天的物件 位在台北市的金華區 這棟豪宅本身風水很好 但全因錯誤的擺設 犯了最致命的錯誤 我今天這點點妝 已經搭配得完美 非常天衣無縫 還要配這項鍊嗎 很多餘嗎 這根本就可有可無 這項鍊 哎呀哎呀哎呀 怎麼這樣子 這項鍊 你看看起來高貴不貴的 可以為你夾到不少耶 你不要小看這個配件了 可以讓你那點點妝 從一千塊變成一萬塊耶 算了啦不跟你講那麼多了啦 我要來吃我的提拉米蘇蛋糕了 提拉米蘇了提拉米蘇 放什麼核桃啊 這麼無聊的東西 這核桃真的是可有可無 你怎麼這樣 你買的明明就是核桃蛋糕 你把核桃拿掉 不就是蚵仔米蘇不加蚵仔嗎 它又多麼的重要 沒有了它 蛋糕都沒了味道 那就是可有可無嘛 那你就買提拉米蘇 你幹嘛買核桃蛋糕 說真的 這個世界上太多無聊的點綴了 都是可有可無的 大家都是只記得主角啊 像是 最近很紅的《新一人妻》有沒有 電影版又要上了 我也只記得女主角啊 我根本什麼謝安貞 另外那個什麼配角什麼 什麼軒 什麼軒 還是什麼霜 還是什麼 誰記得啊 溫瑞軒 溫瑞軒誰啊 我演的啦 你演的 非常重要 不過你說的也有所動力吧 像我那時候去看那個 海角七號的時候 只記得有個機車床 那個老闆妳看誰演的 誰啊 是 是誰 好像是你耶 其實配角很重要啦 畫龍點睛啦 也是啦 你知道票房要稱上衣 都是要看我們這些小配角嗎 這多了 這多了 這真的多了 可是呢今天我們就來到一個 可憐的配角獎 才女黃迪君演過最紅的新兵日記 幫許多大牌製作過專輯 在河山界也佔有一席之地 但卻只能當紅花身邊的綠葉 而她最大的夢想就是成為發片歌手 到底要怎樣才能找到她的婆了呢 你也是條件好 總是被埋沒了嗎 有了貴人風水 讓人人都想拉你一把 而這次請來幫忙的是 風水王子湯正偉老師 經本節目亮相後 觀眾反應都相當不錯 今天他將會使出渾身結束 傳授大家 事業貴人放大樹 而黃迪君的家寬敞明亮 到底會有什麼風水的問題呢 你看看啊 一個女生長這麼好嘛 又漂亮輪廓身皮膚又白 然後又那麼有才華 對 又那麼有才華 你是念波士頓音樂學院是不是 在那個 在波士頓的一個音樂學院 那你主修什麼 現代作曲跟編曲製作 就是寫交響樂的那種 交響樂 所以你幫誰做過音樂 就是溫蘭 梁靜茹 叮噹 有一點多 然後國外呢 就是說他不想要一一的 沒有 但是有可能 就真的很多 但是我連溫蘭是熱浪 只有這一首是主角 熱浪是你做的 只有這一首是主角 可是我做的歌 其實它也是淪為配角 就是可能 十首歌裡面的 可能第五六 可是有被選進去 就已經很讚了 對啊 通常那些歌手的歌 都是一兩百首在選 選出十首 謝謝你安慰我 真的已經很厲害了 沒有在第三 什麼前三波主打的歌 都是正常的 對 真的 所以就是反正 連作曲也是 處於一個 等於是電的狀態 就是你知道 電曲錄的狀態 對啊 但你這上面是小麥克風嗎 嗯 你是喜歡唱歌 對 喜歡唱歌 那你好像也有做過和聲是不是 對啊 也是就是 電在後面 然後很努力把它開很大才聽得出來 是 你有幫誰和過聲 有王力宏 舞客群 然後 王力宏 還是王洪恩 王力宏 王力宏哪一首 王力宏每一首我都會唱 蓋世英雄 蓋世英雄到來 我知道 你在裡面 有 不是 不是 其實那個歌詞就有講到你的心聲 你要看到你的未來 希望自己可以有一天發光發熱 很希望 所以我想說今天有老師來幫我們 沒有問題 因為在家有時候我也會看到這個節目 就還滿羨慕說 就是 因為其實這個家裡面 因為畢竟我跟爸媽住 對 所以其實大格局 大方向都是我爸媽他們在決定 那我自己沒有辦法說 可以說譬如說這邊要動就動這邊 對 但是可以藉由一些 譬如說小東西來補救的話 我覺得 我就是抱個一個求救的那個 你今天是要趁爸媽回來之前 對 對 抱歉 然後他說老師講 好棒 我也是好像要親了 好啦 那老師趕快來幫他一下 風水小王子阿湯哥 我是風水王子 沒有小王子 沒有小王子 不好意思 好 那我們現在就有請風水王子阿湯哥 好 沒問題 趕快來解救他 這麼多才多藝的女生 怎麼會在事業載服載成呢 今天我們就要教大家 如何抓住服務 不再讓你懷財不育 我已經看到他的 有一個非常加分的風水 就是那邊啊 你看他是面向哪裡 是不是很加分 沒錯 所以說我們知道說 剛剛小鄭說的對 就是佛塘呢 就是一個非常加分的一個地方 其實我們看這個佛塘呢 它面向就是我們的乾明堂 然後它的乾明堂 是非常的一個開闊 那我們知道說佛塘呢 在安置的時候 一定要三環水報 什麼叫三環水報呢 就是說後一定要有靠 然後水報就是說 我們的明堂一定要開闊 那左青龍跟右白虎呢 這個地方也不可以遐散 所以說它的佛塘呢 安置的是非常非常的好 但是呢 有一個小問題 到底你們有沒有發現 什麼 那我們來找找看 對 你看 我發現了 怎樣 就是這個紅包 然後它只有給那個米樂佛 沒有給佛祖 是嗎 就是不公平 它只有給米樂佛紅包 其實不是啊 不是每天都要發嗎 不是嗎 那我看看 好 那你怎麼看 我知道了 它這個巧克力過期了 為什麼它是佛塘花 其實問題呢 就在於就是說 你看它這個客廳的這個燈呢 非常的亮 那相對的佛塘的燈呢 手要暗了一點 對 因為你還可以把它做這個隔起來 而且它那邊只有一盞主燈而已 因為我們是怕燒香的時候 會有一些那個 但是我們在上面會有加一些那種 過濾的 一開關一開 所以它就是會 但其實好像你還是可以做一個 那種看燈直接打再 對 打進去啊 那老師如果 比如說把這個燈再加兩個 還是 加燈是對的 那為什麼我們會說 這是一個小瑕疵呢 我們知道說 心火相傳燈燈相遜嘛 那其實佛塘呢 也是代表一個 後代尺寸的一個運勢喔 所以說 如果你的佛塘的燈不夠亮的話 其實呢 也是代表說 我們的後代尺寸呢 會比較安逸一點 安於現狀 比較安逸啦 對 就是 它餅都喊這樣子 不會想要去抽 也是沒有抽好 只是說 你可能就是一直會 停留在現在的狀況 對 所以你可以如果 你現在有的狀況 你比較擔心 你可以去裝兩盞燈 打在佛祖上面 所以整個就是讓它很亮 對 讓它很亮 發光發熱就對了 那你就會跟著發光發熱 對 這一照還不錯喔 所以大家檢視一下自己的佛塘 看看呢 這個燈源夠不夠 有時候甚至很多人燈泡壞了 也沒換 然後呢 一定要立即換掉 對 一定要趕快換 因為這個燈照 是代表你一家人 到底有沒有跟著亮起來 有沒有光明啊 對 光明燈的意思啦 一定要緊張 神桌風水 影響一家的運勢 一面向落地窗 背後要有石牆做靠山 另外背對神桌 神明爐要在左邊 祖先爐要在右邊 並且保持明亮 才能夠興旺後代子孫的運勢 你接下來我們就是來看 他的客廳了嗎 對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這一家人的客廳 是非常地方方正正的 你看這個景色好漂亮 而且它好大 客廳好期待 客廳方正也就是代表就是說 這個家人呢 就是堂堂正正的 對 然後非常的正派 都可愛 對 這一區又有一個 這個燈這樣子做裝飾 對啊 怎麼這麼可愛啊 我跟你講這個客廳夠大 整個家裡就是很氣派之外 然後你會覺得說 那個採光很好 你就會待得住 沒錯 很多家人的客廳啊 是完全沒有辦法有聚氣的感覺 沒錯 而且你知道 家裡的客廳真的很重要就是說 它是會影響到我們家裡的人呢 可不可以團結一致 所以說你看它的客廳 布置得很溫馨 雖然很大 可是你不會感覺很冷的感覺 對 因為它用的色氣也有關係 也是暖色調的 但是呢 暖色調又不是它的那個光明面 就是說它的亮度還是很夠的 所以說呢 他們家人呢 理智跟感性其實都是監製的 所以他們沒有一盞燈是壞的耶 你看看 真的不得不行 對嗎 因為我們只要有一盞燈壞掉 就會馬上 很好 我覺得一家人就是除了餐桌 可以要坐得住之外 客廳一定也要坐得住 是沒有 而且我也一直聽到你們叫狗來複寫 我們家有五隻啦 但是現在家裡有比較有兩隻 因為其他有朋友帶走 五隻 朋友會走 所以就是有一些狗 可能家裡沒有辦法 有一些狗是它負責 但因為它出差 所以就先暫時交流朋友 然後是採責任分配置是不是 對 所以如果妳要出差的話 妳也要把妳的狗帶走 就我不是負責狗 我是負責鸚鵡 還有鸚鵡喔 四隻鸚鵡 老師 從這裡這個陽台 我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說動物都待得住 所以他們這樣子 是不是 是他們好像也沒別的地方去 我跟你講為什麼我會這樣說 我曾經養了白蚊鳥 那後來悲劇就是 白蚊鳥自己生了小鳥之後 把自己的小鳥吃掉 還滿大的悲劇 很悲棒 然後我後來養了 大霞鼠 大霞鼠就是這邊有用 有羽翼可以有點快飛的那種 對 有點像飛鼠 他後來說四樓飛下去 往生嗎 往生 不然呢 他就這樣飛走了 然後後來我乾脆就養 比較靜態一點的烏龜 就是養在一個小鳳裡面 烏龜還滿長瘦的 對 烏龜很長瘦OK了吧 也被養死了 他跳樓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那有一點點跑出去就掉下去了 哪裡 我 我 我已經裝鐵窗那你說完了做什麼 真的還滿厲害的 我跟你講我們這整個陽台不斷的在出事情 然後 我媽媽把自己反鎖在外面 他還在聽 聽滾嘴 怎麼辦 他蜘蛛人掉掉掉掉掉到陽台 開門進來 然後還被陽台卡在那裡卡很久 然後就聽到那個水 我 那水一開到不能再開了 然後這樣破窗而入 所以我就覺得 就是風水是個問題 對 真的 由於位在金華區的關係 大樓林立 正面就有一支超大的壁刀 威脅這一家 究竟無可避免的煞氣 該如何化解呢 這個地方呢 他會造成他的心臟呢 非常的無力 蛤 哇 你怎麼踩那個這個在這啊 其實 就是想要招財嘛 可是呢不要招財招不成 反而拿錢去買 加油 黃迪君的前陽台可見天 還不算太差 但對面壁刀煞 卻影響了家人的健康 沒關係 老師今天不是空手而來 待會兒就教你用法寶化解 陽台看出去 如果有所謂的壁刀啊 天斬煞啊 或是說臨近有一些醫院啊等等 他的晦氣就會比較重一點 但是呢 晦氣 對 晦氣比較重 所以說我們可以看一下 迪君他們家外面呢 有沒有這樣的問題 我們從左邊看出去呢 有一個大樓 還有一個壁刀 那這個壁刀呢 有耶 有一個壁刀 它旁邊有一個圓弧 但是對 再出來一點點有一個壁刀 只是說他的壁刀呢 不會很嚴重 那其實壁刀 所謂壁刀的產生呢 在科學的角度來講 它就是一個風切的面 所以說呢 它這邊只要風一大的時候 他們家這個風就會鋸過來 所以說它是風切面的影響 那它這個壁刀呢 剛好就在這個 我們到前陽台的切道 就是我們左邊的位置 那切到左邊的位置呢 因為我們知道客廳是男主人 所以它切到左邊呢 代表說爸爸的左肩呢 容易有一些受傷的問題 真的嗎 有 我爸爸好像已經有一陣子了耶 就是左邊的肩膀一直有那種類似 我不知道是什麼問題 然後看醫生也就是不知道是什麼問題 反正就是會一直有那種運動傷害 可是他平常就是很少打 他會打告不久很少打 所以也不知道哪裡出了問題 我右肩 左肩比較少用 通常大家如果打球身 不是用右手嗎 所以就找不到問題所在 還是說他睡覺的時候其實一直壓在這邊 沒有 我們分析過很多 我們分析過很多任何的一些可能原因 但是都找不到 因為我爸是右點 其實呢 這個問題就是一個很簡單的化解方式 就是我會建議呢 我們家裡呢其實都要準備一個 登登登登 就是葫蘆 葫蘆 所以好像是真的有白寶箱喔 真的耶 其實有個外號叫 對 所以說這個葫蘆呢就可以化解就是這個壁刀的問題 其實你就是掛在你的陽台呢 或是說離壁刀比較近的地方 還是就用一隻狗把它掛在上面 牠就會這樣 那可能狗會很遠遠 要一直擺在那邊 不能抖 不能抖 對 這樣有點虐待寵物的問題 所以你說以牠這個壁刀來說的話 牠要掛在哪邊 那就是大概 其實你就是掛到陽台 對 就是這個角落 是我能看得到的地方還是 看不到都可以 其實能看得到的地方是最好的 喔 那牠水就掛在這房子 對 所以可以掛到這個地方就可以了 裡面也可以喔 裡面也可以 因為其實我們知道 它影響就是內明堂爸爸的部分嘛 所以你掛到裡面也是很好的 然後再來就是說 牠的陽台呢 其實牠不會這麼嚴重的原因就是說 有些人如果你切得很嚴重啊 可能會有一些 譬如說 剝舊 對啊 或斷掉之類的 但是呢 牠這個只是一個 就是小傷不斷啊 然後小病不斷這樣而已 那為什麼呢 其實因為牠的陽台做得很好 就是牠有一個弧形 牠的陽台是弧形的 那弧形的意思就是說 牠像一個擋箭牌 有沒有 那我們人呢 可以躲到底下很安全 對 所以那壁刀射過來 牠就蹲喔 又被彈走 牠就有一個反射 都反射回去的一個作用 你這麼可愛 蹲喔 所以狗咬這邊都沒有問題 是因為這樣子 對 窗外正對壁刀 容易影響健康 要是有個圓弧形 外推出去的前央台 就可以降低傷害 或者使用葫蘆 掛在壁刀的切道處也可以化解喔 好 那我們也提醒大家一下 除了就是說 可能對面有 壁刀啊 醫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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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說什麼 鹹惡設施啊 鹹惡設施譬如說什麼 高架橋 高架橋或者是 焚化爐 或是墳墓啊這一類的 對 那如果這種鹹惡設施 就可以用葫蘆 因為葫蘆呢 可以化煞去病器 然後它可以就是說 讓這一個陰器呢 可以把它收納起來 基本上就是一個象徵性的東西 掛上去就可以了 我們知道風水來講就是 以形補形 好 所以說用這個形呢 去化解這個形煞的問題 然後呢 如果說你真的行惡設施太多的話 也建議你在陽台呢 點一閃燈 那這個燈呢就是 永久不滅的 光明燈 對對對 但你出去要注意安全 要注意安全 那其實現在來講的話 你可以用一些LED的材質啊 這樣的燈呢 就比較省電而且比較安全 等一下 我敷衍的看了一下 膚淺的看一下 膚淺的看了一下45度角 他們家沒有材味耶 我 他們家其實有材味 但是呢 因為 被我爸拿來做運動 對啊 你們家材味就是這裡啊 這個球 就是這顆球 而且 對啊 它上面做很厚耶 這邊已經把它擋住了 所以照理說 就是這一個角嘛 差不多那邊 所以其實它這邊 放了這運動器材 那它放那顆有用嗎 其實呢 放這個是很好的 還是有加分的效果 但是呢 也是因為了運動器材呢 而讓它來扣分 為什麼不能放運動器材 我們就是要 邊看電視的時候邊跑步啊 可以 可是這樣因為放在材位啊 對 你就把材一直跑跑跑掉了 不是一直跑跑跑跑 才會有材嗎 跑跑 向前方 下去 不會 不是要一直跑 一直衝上前嗎 對 但是這樣會跑得太遠 而且你追材會追得很辛苦 對啦 人兩腳 錢四腳 對 你怎麼追都追不到 對啊 那到底要怎麼辦 很漂亮啦 對 紅是代表什麼 因為我們只看過粉紅色的啊 看過其他顏色 紅呢 叫有紅韻的意思喔 那我們叫紅韻當頭 你可以放一個紅色的一個水晶球 我們知道說這個紅韻當頭呢 擺到這邊呢 其實呢 它未必會有一個加分的效果 是因為這個運動器材的關係嘛 那我們知道說 明材位45度角是所謂的補動方 所以補動方呢 我們知道說 它在跑步的時候 氣會不會動 氣會動 氣動其實材就會聚嘛 但是因為這個名材位一定是要補動方才可以聚才 所以說氣成風則散喔 所以說如果它邊跑 邊跑步邊跑步 其實它是邊花錢邊花錢 然後邊追錢邊追錢 所以爸爸就很辛苦 或是他自己刷卡 自己刷卡 就是他自己看購物頻道買的是不是 對啊 真的假的 因為我爸很喜歡看購物頻道 有時候會 我們就要起來就是 家裡送運動器才來 就是往爸爸 就是壓力太重這樣 就是這樣 就一邊跑步一邊花錢真的 對啊 所以說建議辦法移走 這邊就要移走 然後要放什麼東西 其實移走的話是最好的 然後如果可以的話 然後把這個茶几稍微再往旁邊靠一點 讓這個不動方 其實可以把它真正的鋸起來 對 就是這個地方完全不要讓它動就對了 對 所以它這樣有一點小小的瑕疵 所以這個就要把它移走 跟爸爸講 可能要換個地方放 好 那我們就看看其他的地方 只是還好買一個位置而已 對啊 購物台其實還不錯 停 等一下 有沒有發現他爸爸 然後又被壁刀給切到 所以說越跑呢 其實你說運動是健康的吧 好可憐的棒 對耶 他跑步是這邊在被切 他一直跑這邊 這樣啊 左肩被切到了 就已經很辛苦了 但是還有一個地方呢 它會造成他的心臟非常無力 到底是啥原因 竟會造成心臟病呢 左肩被切到了 就已經很辛苦了 但是還有一個地方呢 它會造成他的心臟非常無力 爸爸心臟有問題 有耶 真的假的啦 真的 我跟你講真的 你不用每個都配合 我們的風水好嗎 我沒有配合我們 我講真的 因為年紀越大就是 身體的狀況會有 越來越明顯 然後他就是 左肩開始有問題之後 因為我爸爸 而且他還有左眼也有問題 真的假的 對 那我不知道這跟風水 是不是有關係 他之前眼睛有怎麼樣 怎麼樣 視網膜剝離嘛 也是 然後心臟也是本來就 我們家本來就有遺傳的 就是這個問題 心臟的疾病 我們看一下後面 你怎麼藏了一個這個在這 怎麼藏一個這個在這 對 衝破了話 對 而且你看 裡面有一個小宇宙是不是 你看 你可以拿起來嗎 好 你看 這裡面有一個石來運轉 財源滾滾有沒有 然後再滾這個晶圓寶 裡面有雷射雕的晶圓寶 對 其實石來運轉 其實他就是想要招財 可是不要招財招不成 反而拿錢去買藥吃 招財法寶放錯地方 竟然會造成身體病痛 究竟為什麼石來運轉擺在這裡 會造成心臟疾病呢 其實應該是說 因為它這個方位 它是坐北朝南 那這個地方剛好是正南方 那正南方 放這種流水盆 就會形成一個水克火的一個部分 那我們知道五星火來講 就是心血管的一個部分 所以說你把這個水 放在這個正南方 它就很容易影響到 這個心血管的一個問題 我們要放石來運轉 還要看方位喔 對 所以說你可以把它石來運轉 這種招財放到玄關的地方 那雖然這邊放了一顆木 一個樹木 那這個樹木其實木可以來生活 來旺氣是很好的 但是這個樹木 把它整個點火來生活 不是 不是 講五星 所以說木來生活 就可以旺氣 但是這個木我會建議 可以把它移到陽台 效果會更好 你說跟它一些盆栽放在一起 就不要放在室內 對 因為其實 室內盡量不要種太多的 植物的部分 因為我們知道植物 其實它在某個風水角度來講 它是一個噪音的部分 其實以科學角度來講 晚上它是不是會釋放出二氧化碳 其實對人體還是會有一些傷害的地方 那我要再問那個石來運轉的事情 所以石來運轉老師 你意思是說都不能放在正南方嗎 如果說它水流很大的 或是說它水不斷地滾動 其實不建議把它放在正南 因為正南就是一個俗貨的地方 包含魚缸 放到正南都會有這樣的一個作用 那放在哪一個方位其實是最好的 例如說正北或東方 然後或者說西北方或西方 這個都可以做一個香聲旺氣的作用 以五行的香聲香客來看 水缸不宜放在家裡的正南方 會造成水火相沖 適合放在鼠木的正東方和東南方 鼠金的西北方和正西方 或是鼠水的正北方 而接下來 將來到皇帝君家的廚房 到底廚房該不該有個門呢 真的有它的必要性嗎 老師將幫你解除疑慮 完美廚房 媽媽樂開懷 好 客廳看完之後 我們當然最重要就是要看廚房 好 對 廚房真的很漂亮 漂亮 現在很像的廚房 阿森哥 慢點 你自己要演嗎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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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門 沒有門 美門 沒有門 好了 沒有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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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廚房沒有門 高雄的林小姐借一下 哪來的男主人 他們家有男主人 有啊 就爸爸 對啊 爸爸媽媽好好的咧 而且還有弟弟耶 那廚房沒有門 他們家都有男主人啊 其實我覺得大家不要迷思於 就是說廚房沒有門 就會沒有男主人這樣的一個部分 其實我們知道說 其實它的廚房也是有點像是開放式的部分 所以說其實我們知道開放式的廚房 或是說沒有門的廚房其實也沒有那麼可怕 因為其實你只要把你的風水格局 例如說你的格局分得很清楚 客廳然後進來不要通過廚房 不要直接就通過廚房 這樣的部分的話 它就不會影響到所謂的開放式廚房的問題 所以你說他們家從那邊進來之後 其實他第一線看到他的客廳 就是客廳 很明顯 然後再來看到他的那個飯廳 再來看到廚房 就是廚房藏得好好好的 而且就完全隔開 你一定知道這是一個廚房的格局 是完整的 這樣子即使是開放就沒有關係 對 這樣就沒有關係 而且天啊你的廚房也太方正了吧 很方正 對啊 我們家都喜歡這種方方正正的 其實他的廚房比例很好 可是那我要問你一個問題了 你可不是說那個女主人在煮飯的時候 後面不可以被看到嗎 但是其實他們有被看到 因為我們剛剛講過說 其實他的 你們有看到我嗎 有啊 有啊 你看 不過他是站到這邊才看得到 我們所謂被看到就沒有 你是說真的裝到東山都也看不到 對 你不要那麼遠了 他不是進家裡一定看得到他被廚房嗎 怎麼會看不到 其實你看喔 他們家的格局真的格得很好 我們剛剛講過說 開放式廚房是不是要先經過 就是說客廳一進來就看到廚房 這個才叫做 符合開放式廚房的一個標準 我都沒意思 就很多人做開放式廚房的原因 是想要偷一點廚房的空間給客廳 對 好像讓客廳看起來比較大 然後廚房好像就是那個 藉由這裡的空間可以就是讓他借過去 對 他有一個那種衍生的效果 對 可是事實上這樣子反而是不好 這樣反而不會聚氣喔 但其實你看他一進來的話 就是先遇到客廳 然後經過佛桌 然後要轉個彎 才會到這個廚房跟餐廳的位置 所以說他即使他廚房沒有悶 或是說你背著這個後面呢 看得到你在煮飯 其實都很會有影響 那你剛剛為什麼說 背到這個 就是他這樣煮飯啊 會被看到 其實他不會被看到 因為你看他客人一進來呢 他是坐到沙發的位置嘛 對 而且他這邊有一個吧檯 所以你的高度呢 跟視覺其實都看不到的 這是誰進來 其實我們狗是養在家裡的 然後就是他們平常的活動後間在這邊 這是其中他們的一個睡的地方 所以我們怕 有些客人會怕狗 所以我們就是有加一個 對 所以這個是算 他房的門啊 那也不然沒門啊 那就有門啊 其實如果說你是開放式的廚房 或者說你傳統的家裡 廚房如果沒有門 都會有這樣的問題 但是因為其實他 就是就會有講說 廚房沒有門 就沒有男主人的問題嘛 但是其實我們不要限於這樣的迷思 對啊 沒有一定這樣子啦 就是要看你整個廚房的格局 有沒有完整 其實沒有門 但是你看 它還是有一個門的一個 廚房 對 然後它整個格局都是完整 它沒有偷借廚房的一個空間 或是讓廚房跟餐廳 或是廚房跟客廳的界線 是模糊不清的 對 因為其實它有一個結界 就是這個把台 就是一個結界 對 但是換句話說的話 如果我現在這邊過去 因為它現在是飯廳 對 但如果我家裡現在過去是客廳的話 就不行 對 如果說它一下通的話 就表示說這個開放式的廚房就不好 了解 黃迪君家的格局內外分明 客廳歸客廳 餐廳歸餐廳 廚房歸廚房 因此不算是開放式廚房 如果廚房再裝個門 整個廚房會變得很陰暗 所以廚房要不要有個門 還是先以採光為考量 而通過餐廳旁邊的長廊走道 就可以到黃迪君的房間了 步步自封 音響貴人的煞氣 就在這 Oh my God 它進了 它怎麼會用進了 怎麼可能 究竟看見了什麼 讓主持人大為情 Oh my God 它進了 它怎麼會用進了 怎麼可能 我都算擠不夠耶 你怎麼算擠到啊 不是這個啦 剛剛是一開始就講過說 命好就怕孕來磨對不對 對 它的房間把它磨得很慘喔 蛤 對 所以說我們可以來看一下 我們進來之後有沒有發現說 它的門後有什麼 門啊 它門後面又有一間房子耶 對 它有個空間耶 有個空間對不對 所以它的門後呢 有門啊 對 我的天啊 門後有門或怎麼樣嗎 它又不是 這間也太讚了吧 對 這間是什麼 你的耳朵 對 這是我工作的 做音樂的一個地方 好酷喔 這暫時放在這 而且你有做隔音 所以你都在裡面彈音 那個彈鋼琴 對 配音還是什麼 就是歷屆合作過藝人的 好多喔 對 他也是 我也是幫他作曲 哇 真的好有才華耶你 真的耶 而且你合作真多 就在這邊工作 但它這個呢 就有點那個 閉門造居的一個趨勢喔 啊 閉門 好啦 接下來閉門造居成語 可以解釋一下嗎 我不知道是什麼 是什麼 就是說你只會在這邊做自己的事情 可是你的作品呢 才華呢 沒辦法推展出去的意思 就是你自己一個人關在門外 忙你自己的 卻沒有人知道你在忙什麼 而且他有人知道嗎 你看他的那個 第一屆的鋼琴比賽 他是冠軍耶 超強的 算他超出牌子的 音樂造詣非常的好 但是 再怎麼厲害 如果你只能在這邊彈 而沒有彈給大家聽的話 也是廣廢白忙一場 不要亂看耶 對不對 對不對 我們不會彈的都在外面 彈給人家聽的 會彈的只在這邊 彈給自己聽有什麼用 對 所以問題到底是出在哪裡了 老師 其實我們剛剛講過 他的房門一打開之後呢 又看見另外一個房門 這叫做呢 門後有門的一個格局 那門後有門呢 而且他這個門呢 因為他為了要隔音 所以他隔了兩個門 所以又見雙門 所以又見雙門 我這邊還有一個這樣 Oh my God 所以門後有 雙門 門後有門又見雙門 那會怎麼樣 代表作困仇承 Oh my God 所以說你就是只能閉門造居啊 然後你的很多事情呢 都會變成是困難重重 所以說你的作品很難推出去 房間門一打開 左邊有個工作室的門 更糟糕的是 工作室的門還有兩道 究竟要怎麼解決這個困境呢 可是說實在話 因為他現在就是在靠這個 在做自己的一個夢想 那錄音室本來就是這樣啊 對 所以說呢我會建議 如果你門後有門 或是說你要避免這個閉門造居的話 我會建議你在門把上面 放一個銅鈴 為什麼要放一個銅鈴呢 有啊 這個 可以放嗎 對 因為這是我們指點之後呢 放上去的 喔 激到趕快上去 所以說呢你可以放個銅鈴 放個銅鈴的意思就是說呢 他可以為你帶來好的消息 這是開運上的一個講法 再來就是說呢 科學上來講就是說 如果有人進你的門之後 因為這個隔音太好了 你根本就不曉得有誰進你的房間 所以說當然他在動這個門的時候 他這個鈴鐺就會先上 因為那時候就是 房間挑這個地方 就是因為做音樂的話 如果是在任何外面一個 隨便一個地方會吵到 都會吵到別人 吵到家裡的人 所以才會選這麼裡面 那你一天或是一個禮拜 你會待在這個房間多久 蠻久的耶 有的時候一整天都會待著 如果就是Fu來的話 嗯 了解 就開始在這邊做音樂 所以他這邊的方式 就是在這上面掛個銅鈴 掛個銅鈴就可以花戒 那他會變那個門要拆掉嗎 就門就 不用不用不用 就要關就對了 對 這個其實還是可以關 只是說掛個銅鈴就可以花戒 那如果我們家裡 就有這種狀況 可能這裡是一個更衣間 或者是另外一個什麼廁所 只要門碰到門的狀況 都可以用掛個銅鈴 掛個銅鈴然後做花戒 了解 這當初設計的時候 應該要請老師先看一下 真的太晚了 我的天啊 我看到了 什麼 請問一下你有沒有頭痛的問題 頭痛 有的 有耶 那請問一下你肩膀會痛嗎 肩膀還好 頭會痛 頭會痛 怎麼了 因為你看起來後面是什麼 門 門後面是什麼 這間是 廁所 對啊 更衣室到廁所 更衣室跟廁所 所以是中間有隔一個更衣室嗎 這邊是衣服 對啊 這樣還不算房中房 這樣不算 對 其實來講的話 剛剛小禎說的很有道理 就是說 它這個門剛好衝到它的床 然後剛好衝到頭部的位置 但其實它算會有點睡不著的一個問題 其實它這個門 有一個部分就是問題不大 為什麼呢 因為它做了一個隱藏式的門 所以其實你在外面看不出來它是個門 它看起來就像是一個壁橱 所以說你可以做一個隱藏式的門來做化解 但是你這個門一定要經常的把它關起來 你不可以讓它就常常這樣開開的 尤其睡覺的時候 你一定要把它關起來 否則你這個頭痛的問題會很嚴重 所以廁所在這裡 我說齁 在這麼好的地段 是不是 沙湯爬蕾 外面到處可以燒 你都會把它燒一下 你的沙窗破掉了 對啦 平常壓力有這麼大嗎 有一點 撕沙窗 對 你看它今天採光也很好啊 超好的啊 可以看到人在路 這樣整排的綠樹 就好了 是它那個算不算必到啊 殺怪耶 其實算 可是它這邊其實影響不大 其實呢 它睡不著呢 還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剛剛是不是講出它的採光特別的好 那採光特別好的話 其實你可以看它陽台的那一面玻璃喔 陽台那一面玻璃呢 其實它是一個仿光的玻璃 它是界面的 仿光的嗎 這個不是我能夠控制的 對 像如果說晚上啊 如果你要就是睡覺的時候 它是一種玻璃的材質呢 它就變成一個鏡子 噢到了 對 真的啊 主要是這個玻璃是反射到你自己 對它晚上比較明顯 它是一個鏡子 對 它就會變成是一種光照 那光照的話 就會影響到你的睡眠的部分 你做兩層 隔音嗎 隔音的效果 因為我的聽力有點過分的好 就是我可以 所以我一點點聲音就會 有 音樂人都這樣 就會醒 很敏感 所以我們特別加了兩層 兩層 而且光照啊 會有一個問你就會說 你知道誰會見光死嗎 不是 讓我猜一下 殭屍 不對 對 嗯 那我真的要猜比較商人的喔 好 醜女 不是不是 太商人了 每一次節目那個 大家不是都說 女生不能睡到隔夜 就睡到見光死啊 其實這種問題呢 鏡面玻璃喔 見光死的一個就是周公 周公 對因為 如果你周公 如果這個照過去的話 周公就不會存在 所以你就會 不是 周公 因為它很難去入眠 所以它的頭就會痛 所以你的睡眠品質呢 會比較清一點 很差 老師請問一下 它這個陽台算前陽台後陽台 它這個算前陽台 前陽台 那就是主它是有事業啊 沒有錯 但是我們可以知道說 很亂耶 一個房間裡面呢 有一個陽台 代表說你的個性部分呢 事業性會比較重 然後感情部分呢 就會來在那邊玩 或是不在乎 這樣子 沒有人在追你嗎 我就不在乎 我不會把重心放在這一塊 為什麼 我會覺得 差不多是婚年齡而已 可是我會覺得還是要 先把事業做好 對啊 那你這樣陽台爛車 它就 沒有地方 就我媽媽會有一些 因為我們小孩子 就是住在國外 然後搬回來就很多一些 很多東西 東西然後 可是你可以放去你爸的前陽台 他也可以 爸爸的肩膀已經很不好了 對 爸爸現在已經很慘 眼睛還爆掉了 對 是網膜玻璃 是網膜玻璃 其實它東西雖然是整理得很整齊 只是因為沒有地方放 所以稍微把前陽台 當作就是一個儲物的空間 對 這是一個暫時性的 但是你這個暫時的時間 越拉越長 就會影響到你的事業 拉滿長的 現在拉了大概一年多 對 所以這一年多 其實就會比較辛苦 因為其實很難得 自己的房間可以有一個陽台 我總覺得這個陽台 應該是可以做為 比較 我原本心裡面想說 就是可以放一個桌子啊 椅子啊那種 可是沒有辦法 比較休息 每地方家裡只能每地方放 對啊 所以其實我們常說 一個房間裡面有陽台呢 我們以前是講說 男主外 女主內對不對 對 所以說如果家裡房間有一個陽台呢 其實一般我們會比較 傾向於當夫妻的臥寶 或者是說家裡的男丁 來住這個有陽台的一個房間 因為這代表就是說 有陽台就會有事業心 有事業 為什麼只能男丁 應該是說 這是古代的講法啦 但是現在已經沒有分 因為現在其實男女都是平等的 可是如果說疫情 對 我怕被那個台灣好媳婦 然後婦女團在攻擊這樣 沒有啦就是說呢 如果說我們在這個區塊裡面 然後呢如果女生住在這裡 如果你要求個好姻緣 就會有一點困難 就是你 真的假的 因為像我現在搬出來 搬到瓜哥家住我的房間 就有一個很大的陽台 對啊 然後呢他還可以放得下 就是一張桌子跟四個椅子這樣 四個椅子 真的很大耶 可以 所以這個人的事業心會越來越強 然後當然你的事業會越做越好 因為有陽台 你為什麼嘴角在顫抖 有什麼心想 沒有 他不敢接後面啊 他剛剛其實有講 事業越做越好 姻緣的事情就不要強求啦 你們家那邊好像可以挖一個陽台 要挖井給我跳吧 好啦 所以其實是這個陽台的部分 那你剛剛又說他這個陽台 有陽台的房間適合夫妻住 那這樣不是 應該說夫妻呢就是 男生也會住在這裡面嘛 所以他是同心協力 那這個表示說你的姻緣呢 你的事業呢是前行看好 所以說如果有一個陽台 但是比較有雜亂 例如說不要放這些堆在雜物啊 如果堆在雜物的話 就會阻礙到你的事業運 陽台應該保持整齊 才不會影響事業 但影響事業的問題不僅於此 總是和貴人插身而過的皇帝君 竟然浪費了寶貴的貴人風水 那老師呢我事業上就是這種 我們做這種需要有貴人運啊 那怎麼樣可以加強一下 其實呢我們先不要講加強喔 光貴人運的話 你就浪費了兩個地方 浪費 浪費兩個好風水 第一個就是我們剛剛有經過的 就是你的餐廳裡面 是不是有一個出場室 可是我發現了 你的出場室裡面掛了一幅佛經 就是心經嘛 你雖然有把它掛起來 這是好事 但是佛經是要見光的 所以我們常講佛光普照嗎 對 你不要把它藏在這個陰暗的角落 因為你要讓佛光普照 所以我會建議你把這個佛經呢 我在麻痺 麻痺 就是大家算得到 不是要佛光普照嗎 第一個客廳嘛 那再來就是玄關 因為你剛剛玄關那邊有個空位 對 所以你可以刮到玄關 那這個就象徵就是 佛光普照 法入君瞻的意思喔 那不管你是什麼樣的信仰 例如說你是基督教啊 天主教 你都可以在玄關呢 布置一個你的宗教信仰的一個幸運的 十字架啊 對 都可以的 因為這是一個信仰的力量 所以這個信仰的力量 是可以增加自己的貴人員的嗎 可以 因為信仰就是一個貴氣 我們人要有信仰才會有貴氣 而且要相信 主會幫你 或者是這個神佛會幫你 對對對 所以這是一個你要改進的地方 那再來一個就是說 你看你裡面的一個衛浴出來 就是廁所出來 是不是一個有一張書桌 對 那只要你有象徵 你有象徵一個書桌的地方呢 就會有所謂的文昌神 文昌君嗎 對 文昌君 文昌神的意思喔 所以說你的書桌放到這裡呢 就代表說你被廁所的會氣給沖到了 所以這個文昌君呢 文昌神就會待不住 那會如果是學生就影響學業 如果是上班族就影響到事業 所以說我會建議你呢 如果說你要把這邊 因為你有一個工作室了嘛 所以你也就不一定要把這邊當做 可以上網啊 換一些辦公的東西 那我會建議把這邊改成是一個那個 梳妝台 喔 就是擺明的是一個梳妝台就好了 對 因為梳妝台的話 冊玉在剛好在旁邊 那桃花是水嘛對不對 所以水水相生 反而可以增加你的桃花玉 所以老師你的意思是說 這邊東西移走 然後放那個梳妝台就 它就會有貴人了嗎 對 你把文昌神先行走 不要加什麼文昌的一些加持嗎 如果說你要遇到貴人的話 其實我這邊還有一個小PayPal可以教大家 你可以準備一個紅包袋 那紅包袋裡面呢 可以放一張就是 一百元的現代的鈔票 是 就是新台幣一百塊 那為什麼要放一百塊呢 因為一百象真的是圓滿的意思 那紅包呢代表喜氣 那這個呢 現代的貨幣呢 就會有氣場 你要用現代的流通貨幣嘛 所以就可以幫你接納人氣 圓滿的人氣 那你把這個呢 錢放進去之後呢 你可以準備呢 就是這個 可以準備這個 黑曜石的碎石 那如果你覺得黑曜石的碎石 不容易找到的話 你可以改成一個白色的粗鹽 對 白色的粗鹽 白色粗鹽 白色粗鹽跟黑曜石都可以 對 因為 為什麼要用黑曜石跟粗鹽呢 因為粗鹽呢 跟黑曜石代表它可以除灰 可以屏除一些微圓的障礙 那你把這個黑曜石呢 一樣把它倒進去這個紅包袋裡面 然後紅包袋外面呢 寫上你的名字 黃迪君 那把它 把它放進去之後呢 如果你有去大廟裡面的話 你可以過個香火 然後回來放在你的枕頭底下 這樣呢就可以幫你招來貴人 然後去除小人 對 這個要打開嗎 不用 不用吧 就直接放進去 那我想請問一下 你剛剛說有粗鹽的話 如果放一半黑曜石 一半粗鹽的話 會效果變加紅還是一樣 其實都一樣的 只是說它是一個替代品 找不到黑曜石 你就可以用粗鹽 也可以 放著然後呢就拿去 睡在枕頭底下 廟那邊呢 然後過個香火 對 三圈 然後寫上你的名字 放在你的枕頭底下 然後你就會貴人旺旺來 然後小人就會邊緣地離去 好 不好意思喔這個 我們這些紅包可以給你以外呢 這個你怎麼要記住啊 好 怎麼這樣子 你不能好人做到底嗎 真的沒有貴人耶 你看印證它沒有貴人 你要不要告訴你前面可能很多可能的貴人 你都走什麼路線的歌路 都可以 就是任何歌曲 你說饒舌HIPHOP也可以嗎 也可以 那個我不會唱啊 黃金也可以嗎 對啊 那種有個歌路啊 比如說陳其真那一種 或是張惠妹 創作型啊 就可能比較東洋或西洋風都可以 的那種Path 都可以 所以還是HIPHOP嗎 流行音樂啦 流行音樂啦 OK啦 因為它外型很現代啊 對 我覺得你可以加入一點寶萊塢的元素 有一點點 它又本身現在有一點那種印度味啊 就是長得異國風情的味道 它沒有 它想要走東洋西洋 好 不是東南洋 祝福你喔 漂亮 對啊加油 謝謝 有空可以幫我們雙針出個專輯 好啊 還是幫我們製作什麼 幫你們看到那個表情我會勉強 不會 不會 可以幫你們來鞋帶去 可以啦 我們可以出那種EP加鞋針 鞋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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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你開始為難觀眾喔 對啊 你在勉強鞋針 現在流行就是EP加鞋針這樣 好啦其實我跟妳講很多商機 我跟妳好好討論一下 我們要去演一半